生肖牛鼠牛人是典型的一根筋特质 脑子不擅长拐弯 虽然有时候不懂得七夕的浪漫与温情 不懂得营造夫妻之间的情调 12月17号横财最多 七天里处处逢贵人 财富遍地腰包鼓鼓 但是这种一根筋的特质却帮他们揽来无数财富 要知道财富是跟情分密不可分的 没有情分就没有财富 即便有家财万贯 若不勤奋 千金很快就会散尽 而属牛的人恰好勤奋有家 能够通过自己的勤奋通往致富之路 生肖虎生肖属虎人的人 在12月17号横财最多 七天里处处逢贵人 财富遍地腰包鼓鼓 他们不断地受到霉运的侵扰 导致精力不能集中 在今年的上半年十分地不顺畅 但是随着12月到来他们的运势有所好转 到了12月的下旬更是将迎来自己的黄金发展时期 在后半个月里工作事业方面将会一帆风顺 而且会有贵人出现给予他们巨大的帮助 使得他们财富大赚 家人们也会收到好消息 喜事连连 生肖马属马的人精为财员 运为喜目为己神位 偏财之心的财生 12月17日为菩萨复旦之机 表示属马的人横财临头 遇事着急运临身 他们一顺百顺 他们事业上有贵人出现 能够给他们带来正财 未来几个月好事临头 福运不断 生肖鼠说鼠鼠朋友是一家人的财神爷 可以说一点也不为过 生来谨慎 多长一颗心的鼠鼠人 对万事都被家留心 为人处事相当谨慎 自身财运家 在外能争大 财运全过给了家人 另一半富贵的可能性最大 而家中众人 12月17日起横财当头 钱财封后必财封力达 也开始财来顺手 风生水起 年底之前手气连续变好 大奖小奖都不停 数钞票怎么也数不清 家人其乐融融 鼠鼠人也得圆满充实做贵人